安安 大家好 這一集想跟大家聊一聊 立願擴權事件 這個事情的期末來講 立法院希望擴充自己的權利 這個新聞來講已經發小一段時間了 事實上也目前就在拉扯之中 立願擴權來講 事實上也進入了大法官的解釋 事實上核心的一個點 就是說立願希望可以擴權在某個部分 不管是用什麼原因 但大法官的解釋裡面 我覺得在眾多解釋 因為它有很多個解釋 然後大法官的一個部分 主要的我覺得它有一個核心的精髓 我們今天就針對於核心 幾個核心的精髓來討論 因為它擴權的原因事實上 也講到說實在話 也有一定的一個合理性 大法官解釋上來講也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我們要解釋就是 法律我們常常講的 命令法律跟憲法三個的一個關係 當有違背的時候 大法官就會出來解釋 以立願擴權來講 大法官有其中一個解釋 我覺得還蠻發生解釋的 大法官解釋就是說 在立法者 他是說是沒有 應該理論上是沒有 照理說應該是沒有解釋 這個法律的一個主導權 他說不要說壟斷 就是說他連解釋的權力都沒有 主導的權力都沒有 什麼意思 就是說法律定這樣 那後面怎麼去 法律怎麼去修飾它 怎麼去應用它 這個是一個點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就是說 法律是懂得給法律的人 因為他怎麼去解釋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點 他說立法者本身沒有去解釋 就是說你本身立這個法 你立完法律定了一期規則之後 你應該就是 策略應該換 解釋的部分有解釋的 你不可以說 你自己立法之後 然後你又解釋說 我這個法律來講 我自己覺得又可以繼續去 應該要它怎樣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 就是說你這個東西 你定的時候 你不能去再去解釋它 那就有點變成球員間裁判的一個效果 就變成說 這個遊戲我有定 玩我也有玩 遊戲我有定 那裁判我有定 那就是說 那假設說裁判 我希望這個可以 對我有利一點 我把規則再改一改 就算你裁判是遵守遊戲規則的人 那你 照理說你 定遊戲規則是 等本制定者跟裁判是 部分同一個人 你如果說 我遊戲規則我定一定 然後裁判 我發現對這個裁判對我不利 然後我就把遊戲被改 這樣是 三權本利來講 本來是一個 三權來講 可能三權 它的合計計程就是互相自衡 所以一般來講 互相自衡平衡 所以這個情況來講就會變成是一個大破平衡 來講 所以等於是說以這個來講 大法官目前是怎樣 大法官的解釋來講 目前是在一個立場這樣 當然就是說 提案的立法院的部分來講 會以另外一種 當然它可能是一種 可能會有增加權力 或很多的一個部分 或偵查 檢調的部分 去做一個引導 這是一個點 但只是說在這個過程來講 事實上 它這裡的核心精髓 我覺得一個蠻重要的 如果說你今天 我們今天最後的結果怎樣 我們不得而知 最後的部分來講 我們也 因為畢竟是一個工坊的部分 我們沒有介入這個口腿戰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它這裡有解釋到說 你立法的你沒有權力去解釋 主導 更不要說壟斷 你連解釋的權力都沒有 就是說你應該沒有這個所謂的裁判 你本身又怎樣 你立法之後 你本身又去引導裁判 你應該這麼做 但是有點偏老就是說 你裁判就應該怎麼做 裁判就說我有權力去引導 這個法院的制定修改 這兩個就是有點不公平 事實上最不公平的是什麼 就球員 他怎麼樣做輸 對不對 對他一定是最不利的 就我們剛剛講的 1加1大於2 1加1有沒有 2大於1這樣一個情況 這種東西來講 它事實上 因為事實上有時候就是說 大法官的解釋來講有沒有 事實上 大法官的解釋有點像什麼 平常就是大法官都不懂 但是如果當他有爭議的時候 大法官怎樣 要站在一個比較更高道德的立場 去做一個解釋 好比說今天如果大法官被收買了 那很多東西都不一樣了 對因為他要解釋成引導成他怎樣 他是一個合理的解釋 那你覺得大法官不是在解釋這種東西嗎 所以對大法官來講他會怎樣 在選定大法官的標準來講說 不是一種道德清高 未考權重 為什麼 因為他的解釋 因為當他有衝突來講 他解釋來講的話 他會有一定的一個著陣性的一個部分 那就跟之前美國還好幾次有沒有 他想要增加國會的權益來講 事實上最後都是大法官的部分當下 事實上這個也是就是那時候 在特朗普在當委總統的時候 他任命了幾個大法官 是由他自己的人 任定他自己的人去選 這有很大的一個爭議點 為什麼 就是說很多奇怪 你說提名、任命 這有一部分他又包含了一個 總統的一個職權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就有時候就是 可能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政治的一個遊戲 對 我們常常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是政治博弈下的一個點頭 我覺得這是一個 有人說 你說這個人是提名 對 他最後沒有決定選 他還有提名權 提名這都不是提名你的人 說實在話的 對不對 提名你也可以不選他 那有可能就會有博弈 好比我提名的 你選我的人幾個 那後面我讓你怎樣 就等於是政治的一個 我們講政治就是一個博弈 我覺得再也不會有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拉回來 就我們今天來講 就解釋權或說立法的一個 就是說這個情況會怎麼樣 就是說你如果求援 拉回來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求援 先裁判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 社會的一個不公 我們常常講的社會的一個 不公不義的情況 就很容易發生 事實上現在很多東西 來講會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有人想說 欸那個不能這麼做 為什麼 規定嘛 規定不能做嘛 要排隊嘛 為什麼要排隊 就是大家規定 可是我今天來講就是說 當你今天來講就是說 欸那個老闆講說 欸他不用排隊 你們要排隊 他可以插隊 你們不能插隊 為什麼 啊我是自應的啊 我是裁判啊 我說的算啊 也可以這樣 我們不會因為別人一個排隊 別人插隊你就會很不爽 那是怎樣 他會造成一種社會的一種 不公平感 一種差分感 這會越來越明顯 對 那你是說 那有人會說 那單純講利潤擴展之後 會造成這個樣的情況 呃 今天這件事情 如果說他如果 可以的話 會造成一個情況 會有一個衍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第一個大部分的權力 可能過大之外 還有一個點就是怎樣 利潤擴展的點 那之後呢 如果需要呢 那一樣就是再解釋一下 他的權力就有可能再變得很大 就變成無傷 就變成像這樣 他就不是三權分離 他就變成這樣壓倒性的一個部分 他就有點像我們在智商裡面來講 關接一高壓死人 為什麼 因為規則是他訂的 然後遵守他訂的 就好比主管 今天這個小組來講 今天這個單位來講 規則我訂的 為什麼 因為我是主管 我主管我訂我訂的 然後呢 決定了 欸對不對 欸好不好 我決定了 好不好 我說每個人應該要到MBO MBO玩的時候 我們要訂KBI 規則我訂的 每個人標準我訂的 然後執行之後 每個人成效 我決定了 對不對 一加一碼 二碼 那另外一個執行者的人 就是一碼 有點大一 所以說 關高一切壓死人 我覺得有點像這種情況 他事實上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 如果當以後立院過前 他如果變成一個常態 或說他是一個物理 變成是一個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情況 他就會變成這種情況 就是關高一切壓死人 另外一來講 他就會變成 因為我們想說立院 行政院那個什麼 官僚要到立院去 國會要去做備受質詢 你要被質疑 檢討 review 可是當來講 如果說立院的權力過大的時候 這個情況 他來講 你進來就是鐵邊有凳的 對不對 立法院來講 說一次 就是做擺 就是一個權力至高無上的權 我要怎樣就怎樣 平常來講就這樣 但是如果說這個真意來講 主管來講 平常會不會動你 不會 關鍵的時候會弄你 會 就這樣子 平常他比如說 你在那邊做事情的事 他會一直給你打壓 不太會 你就把你的程度掉了 何止什麼時候打壓你 該打壓你的時候打壓你 對不對 該侵奪你的權益的時候打壓你 對不對 該黃化你的時候 然後可以稱呼他自己的偉大的時候 他會弄你 這幾個應該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點 我覺得這應該是比較大的一個點 所以應該來講 就是說 當他立院的一個權力 他擴取的時候 就有可能這樣的情況 就會變成 關鍵一接壓死 為什麼 大一一 本來是一個平等變大一 那你說 可是如果是說 像這種所謂的 如果職場來講 如果都是平等 就沒有辦法做事 是沒有錯 對沒有錯 可是應該來講 我們要表達的是說 今天三權分立 他就是把三個部分卡得平平的 所以在整個一個國家體系來講 他會覺得怎樣 就是說 我們今天來講 就是說 我今天沒有希望什麼 沒有希望是公司 沒有希望什麼 沒有希望是地方 沒有希望是什麼 沒有希望是限時 沒有希望什麼 沒有希望是國家 等於說你最後的希望 你還是有國家的希望 可是我說 今天利用過險 這個東西反過來 然後國家帶頭怎樣 有點做這樣的一個氛圍 有點這樣的氛圍的情況下 事實上他很多的不公平 我覺得這種地方會加速更多的一種 不公平氛圍的一個情況 對 事實上在台灣來講 以台灣的民主來講 事實上 嗯 有人說台灣算民主嗎 是啦 如果以亞洲來講 他的確事實上 給民主的體制來講 算還蠻 走的時間算蠻久的 也算OK 可是事實上來講 就是現在來講 面臨了很大的一個挑戰 目前來講 真的三黨不過半的一個氛圍 然後再來就是說怎麼樣 這種所謂的利用的一個 結果變成是有點像 有人知道已經開始聯想到什麼 軍法時代 就是說什麼 各自為政 各自為政 每一個軍法都有自己的統治的一個權利 當然這幾個軍法 七少許它是一個司令 就可以威脅中央了 平常軍法來講會不會統治 不需要 我還是維持我的利潤 最大的利益 我個人來講 這是我統治最小的一個成本 這個會進入了一個所謂的這種情況 當這個情況來講 軍法時代來講 會有很強大的民族意識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個人利益催大的時候 事實上就不會有卡到這樣 所以你的約束力就變小了 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目前很多的一個 憲法體制來講 是一個國家的一個 至高無上一個國家 最高的一個什麼 不會影響國家體制的一個 穩定性而發展的一個情況 所以憲法來講 都會說憲法好像很虛無緹緹 可是不應該說它虛無緹緹 它平常就是像定台時針一樣 定路在那邊不動 對不對 當如果有人想要把這個時針挑起來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造成一個運動 可能是它需要怎樣 去修憲去改憲法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當有人 這個電台時針插在那邊 它就把它搖一搖 它不是有能力的舉起來 它是搖一搖一搖 當然電台時針歪掉了 造成的影響力就弱的時候 事實上就對準了 定台的功能就歪掉了 這個針被折歪了 你被拔起來 就是說我今天要修線 把它拔起來讓它留一搖 然後好的時候把它插下去 是OK嘛 可是現在是把它搖一搖 它不是把持人拔起來 它是把它搖歪了 那這個扇針一樣插的 可是歪了 它功能有限 對不對 好比說原本定台的功能有100% 現在變60% 這個影響就巨大了 應該說這個功能 它永久性的一個上司 就很大一個影響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利润擴權來講 事實上它影響的 有人說影響的範圍多跟少 可是事實上很多人都會講說 可是一開始的議題沒有錯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一開始的議題是沒有錯 可是問題它造成的影響 就是說看你從什麼樣的層面去看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在節目一開始來講 我們並沒有講對錯 因為這會陷入一種口水戰 因為來講很大的一個點 因為台灣畢竟沒有很大 2300萬人 你說很大嗎很大 跟很多的一個地區比起來 算沒有很大 那人口說很少 對不對 你說幾百人的國家 歐洲、北歐 幾百萬人大的人在 我們2300萬人算很多 對沒有錯 就是說你要比大來講 沒有那麼大 你要比小來講沒有那麼小 但是怎樣 事實上造成一個體諒 或是造成的一個 你是說在整個台灣人生來講 它的區域 它的面積來講 它會小到很擁擠 好像也沒有 它的區域來講是OK的 它人口來講OK 所以它造成一定的一個什麼 你講的一個閉環是OK的 所以包含就是它民主的法制來講 它也這樣的人數 這樣的稅積 它也可以支持一定的一個 民主的一個燈塔 一個島 一個航空母艦 有航空母艦來講OK嘛 對航空母艦來講不需要靠別人 它自己就可以自己自主了 只是一條巨型的航空母艦來講 事實上來講 就是很多台灣來講 它是一種民主的典範 它是這樣的體諒 是最適合的發展 而且包含它從以前的 它經歷了很多的一個什麼 被統治 荷蘭 日本 這種的部分 它有一定的一個成長的階段跟蛻變 所以事實上很多 現在很多的一個 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未來來講 可能是一個兩大陣營 一個新人戰的格局 就變成怎麼樣 以前是美術 現在是中美 它兩個什麼 一種所謂的一種型態的一種 就是以前有人講的 很常講的一種什麼 那種超限戰 可是2024超限戰好像又沒有像之前聊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它變成是 它由檯面上又變成檯面下的一個角力戰 對 等於是說在兩大陣營來講 就是文明跟非文明 跟所有的極權文明 這部分的一個博弈 它不能說是一個極端的物理了解 它是一個意識形態的一個文化的對戰來講 台灣會是一個蠻明顯的一個風向球 就是說台灣的民主好 不見得世界會好 台灣的民主壞不見得世界會好 但是台灣的民主會是等於是兩大陣營中一個很明顯的一個伏標 目前是屬於比較好還是壞 就跟台灣這樣的一個民主體制來講 如果說它民主價值守得好 那很多人就民主價值是感覺是有一個比較好的 台灣的民主價值如果被浪漫沒有那麼好的的時候 這樣價值可能比較弱一點 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風向標 或者是一個你講的伏標 或者有一個礦距離的金屍穴 它是一個很好的怎樣 偵測系統 Sensor 一般講的Sensor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來講就是說 如果單純說 這是一個利潤擴起的戰 那麼大嗎 所以我們一開始還是講的 我們不陷入這種口水戰 因為只要一陷入這種口水戰 來講就是說沒有對錯 來講就是說兩方面認為自己是對 所以我們是一個就事論史有意說意的部分 來做一個探討 來做一個交流和分享 很多這種觀念來講事實上也沒有 像很多觀眾朋友也都理解 只是說在實際上的一個 我們以台灣這樣一個提案來講 它這樣子的一個民主上的一個挑戰 最後它有幾種做法 可以讓整個民主來講是更為成熟 但也有可能會怎樣 就是變得比較一去不復返 都有可能 我們今天不是單純這件事情 以後可能有很多的部分 很多的一個部分民主的調整 就是說台灣這幾年 事實上整個國際在看 就在看台灣的一個民主價值 以前會講說民主價值 可是事實上在台灣的選民來講 民主價值大家是最沒有改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藍綠的一個什麼 意識形態的一個部分 意識形態是什麼 我認為對 你認為對 我認為錯 你認為錯 就是這樣子 我們不搭嘎 就是說兩個不搭嘎 我認為的對 你認為的對 我認為的錯 你認為的錯 是不搭嘎的 我個人過你的 就一定是這種情況 對 但是民主價值來講 是一直 有沒有 從以前所謂的一個 李東北時代 或者說陳推扁時代 或馬英雄時代 或蔡英雄時代 一直在強調這種民主價值 這個是一個 很常講都是一直沒有人去 因為大家在藍綠的一個部分 因為大家在這裡是藍綠的一個部分 這些政治人物所表達的 民主價值的生產 還是說什麼 這種民主的一種價值 一種精神的一種核心 它有點像核紅紅巨片一樣 它自己可以運行的一個核心 這個來講就是說 它這個原料 是要遠遠不覺得 讓這個部分 像有動機一樣 發下去下去 還是它最後就是這樣一個 滅亡的一個部分 Anyway就不清楚 所以等於說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探討跟交流的議題 好 今天先分享到這邊 Bye